共要去奥底的心意关怀据点营运多年 照顾的社区长者有多位都已达九旬高龄 并且健康有活力 行动自如 而城社的作品相当多 五日特别邀请人理社区的左邻右舍 来看看老人家的艺术品 并以投票给长辈们多一份鼓励 民众在入口要量体温 实名制 打卡便送上手工康乃馨的祝福 人理社区发展协会跟心意关怀祭典 因为母亲节快到了 我们就先办 很多女民来参加 我们都有量体温 有戴口罩 还有签名 按摩都也有 他们都说很舒服 这两三个月以来 心意关怀据点呢 透过了很多的资源 包括我们的在地安老协会 还有我们心意协会 还有我们的社区关怀协会 甚至我们的健康99 能够透过资源整合 能够让所有的人可以享受到 这么好的一个服务 那也希望最后的经费 可以在我们的共餐里面 可以让长辈享受到 免费的一个服务 这次心意社会关怀协会 也结合据点的自制料理 进行贩售 阿嬷们或是看护都很热心 支持共餐经费的乐捐 在关怀据点内 大家也陪着老人家进行DIY 平常鱼杠可见 废弃鱼网里的浮筒 因失去在海上漂浮固定 鱼网位置的功能 用作手工艺 让它有了彩色新生命 这次在健康99协会 职工们的爱心奉献下 虽然是稍凉的雨天 里内居民却有温暖的热敷毯 放松筋骨 还有师傅的巧手 对症下药 化解身上各种病痛 高龄化的偏乡 长者能获得照顾 子孙在外工作打拼的同时 也别忘返乡 或以电话道声 母亲节快乐 记者是奥文共聊采访报道